有蔓延的可能性 自26号起 西藏遭遇了罕见的大暴雪的天气 造成19个县受灾 截至到目前 雪灾已经造成7人死亡 有关方面正在紧急调集 人力物力全力救援 截至昨天 雪灾已造成错纳县4人 龙子县2人 错美县1人死亡 死亡的7人都是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山南地区 目前 已知被困的3000多人中 已经有1700多人被转移到安全地带 剩下1300多名被困群众 主要集中在龙子 错纳 错美三县交界地区 目前 约有109名解放军 武警官兵 以及当地300多名干部群众组成的救援队 对被困群众实施紧急救援 此外 昨天经过山南地区交通局和武警官兵 63小时的艰苦奋战 由龙子县通往错纳县的公路被抢通 与外界中断联系 第三天的错纳县城迎来了生机 当地正在组织大批食品 棉被 药品 四草 饲料等救灾物资进程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在组织大批食品中断联系 在组织大批食品中断联系